日本变卦叫停陆基宙斯顿 美反导系统部署在亚太欲尴尬 互通有无 引进以色列铁穹 美防空反导网友忘查缺补漏 航母故障不断 五代机事故频发 美式武器光环渐退 神话正在破灭 军事之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登陆军事之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军事之高点 我是沙晨 今天演播室给大家请来 两位军事问题专家 一位是曹卫东先生 一位是房冰先生 欢迎两位 本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忠实盟友日本 突然宣布叫停 来自美国的陆基 宙斯顿系统的部署 那似乎是为了 避免引起美方的反弹 所以我们看到 日本媒体又爆出 这样的新闻说 日本正在考虑 增加部署宙斯顿战舰 那一方面叫停陆基 而另一方面 增加海基的部署 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什么样的考虑 那全球媒体 对这个事件有哪些关注 接下来时间呢 首先叫个小叶 请她给我们带来 今天的媒体料网台 小叶 好的 通过央视网提供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全球主要媒体 对这个事件 最热门的五条评论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 日本时报认为 暂停部署 陆基宙斯顿系统 可能是日本政府 在安全环境变化之际 重新调整 其防务策略的一次赌博 由于特朗普正忙于 处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 和抗疫活动 为美国大选交投烂额 安倍可能认为 提出暂停部署计划的时机 已经成熟 此时不会遭到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我们继续来看 美国驱动网站表示 日本陆基宙斯顿部署 本将与美国本土 以及美国在世界各地部署的 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进行高度整合 日本政府此举 可能会限制 日本及驻亚洲地区美军 在重大突发事件期间的防御能力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条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 这将对和东京之间的谈判产生影响 此举会遭到美国的报复 美国可能会要求日本 为驻日美军提供更多东道国支持 甚至会要求日本 交纳更多的保护费 我们来看下一条评论 美国洛杉矶时报 则更加深刻地指出 虽然美国认为 在亚洲部署数百枚常规导弹 将使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 重新向美国倾斜 但是盟友们可能担心 被拖入全面军备竞赛 而不会加入美军计划 我们来看最后一条 中国国防报分析 日本此番主动退货 首先是省钱 今年日本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陷入了经济低迷 奥运会延期也造成了不少的经济损失 此时终止巨额武器装备投资 大有及时止损防止套牢的意思 其次不想一味地讨好特朗普 如今美国总统选战已经打响 特朗普能否连任上陈变数 日本此番决定 可谓用实际行动投了票 这就是媒体《亮望台》的全部内容 沙晨 好 谢谢小叶的介绍 我们知道 日本在美国的亚太棋盘上 可以说一向是一个非常省心的盟友 但是合作得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日本就变卦 要叫停来自美国的 陆基宙斯顿的部署呢 在讨论之前 还是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防卫向河野太郎15号宣布 由于在发射拦截导弹时 无法保证助推器落在自卫队演习场内 出于成本部署时间和一系列技术问题的考虑 日本决定放弃部署两套 美国陆基宙斯顿系统 但有俄罗斯专家认为 日方此举的真正原因是不愿计划与中俄的关系 还有可能与海基宙斯顿效果不理想有关 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10号刊文称 美国在退出中导条约之初就透露出 希望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的想法 一些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在亚洲部署数百枚非核弹头导弹 将使西太平洋的力量对比 迅速地重新回到有利于美国的状态 而且花费还很低 过去一年 美军一直在测试几种可部署的 新型短程和中程导弹 不过澳大利亚 菲律宾和韩国等 美国的亚洲盟友对此并不热心 据日媒报道 为避免引起美方反弹 日本防卫省开始探讨 进一步增加部署宙斯顿战舰 按原计划 到2021年春 海上自卫队将完成 八艘宙斯顿战舰的部署 曹老师怎么看 就是日本这次叫停 来自美国的陆基宙斯顿的部署 我们知道17年部署的时候 美国给了很大的压力 然后日本决定部署它 但现在它给出的 拒绝部署的理由 是一个技术上的 就是说它发射的拦截弹 猪推器 没有办法保证落在 所谓的它的自卫队的演习场内 您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理由吗 现在本来日本是要购买两套 美国的陆基宙斯顿的 那现在突然变卦 那你想想 这个陆基宙斯顿 它是防空反导用的 是安全重要 还是它落下来的 那个砸向的 那个地面的那些目标 毁伤性的这个危害大 当然 那不言而喻的 那日本为什么现在 要撕毁这样一个合同 或者是说 这个不愿意再部署了呢 它要自己造 因为日本这个国家 无论它的经济实力 无论它的这些科技的能力 它只要想造的这些军舰 或者是潜艇 或者是飞机 它都能造出来 它是一个受限制的问题 所以日本是在借着这个事 逐步地发展 自己的这种军事制造的能力 和这种军事上的 就所谓这种进攻性武器 那方明老师怎么解读 就是这个宙斯顿的这个效果 包括陆基跟这个海基 它现在为什么决定 要暂停陆基 但是要增加海基呢 我觉得从日本的角度来讲 海基宙斯顿 它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因为现在你看嘛 过去是四条金刚级 后来有两条艾档级 现在又正在造 这个新的两艘艾档级的 改进型的摩耶级 那么加起来的话 应该一共有八条 包括改进型的盾舰 那么这样一个海基宙斯顿 它其实优势很大的 为什么 它可以移动部署 而且我前后距离 我是可以调的 老实讲 比你在路上相对固定部署的 陆基宙斯顿来讲 如果仅从导弹防御 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海基宙斯顿 可能它部署的灵活性 包括可能前出拦截的 这个效果都会更好一些 那么问题就来了 那你当时已经有海基宙斯顿 你干嘛还搞陆基宙斯顿 其实它搞这个陆基的导弹防御 然后它也有两个不同的选择 就是搞宙斯顿 还是搞这个萨德 如果仅给我日本本土 我提供这个拦截覆盖的效果来讲 肯定是萨德好 但是最后为什么买的 最后还是定的是陆基宙斯顿 考虑一个美国的关系 但是现在你说日本又变卦了 真正的原因恐怕现在日本 它主要考虑陆基宙斯顿这个东西 老实讲对它周边的国家 可能太敏感 美国的陆基宙斯顿 它是可以攻防兼备的 我装拦截弹它是防 我如果装上进攻弹 我是等于是等于陆基中岛 而现在美国在退出 陆基中岛条约之后 如果美国考虑 部署陆基的巡航中岛的话 这个陆基宙斯顿 就是一个首选的范围 首选的是第一选的 那你日本如果部署这个东西的话 我这个陆基中岛以后 顺理成章 望你这一放 如果这种前景出现 日本将面临什么样的 来自于周边国家的压力 提到宙斯顿 其实大家就会想到 美国在亚太地区 另外一个重要朋友 韩国部署的萨德 那么同样是部署在亚太地区 那萨德跟宙斯顿 这两个系统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们知道日本一开始 青睐的是萨德 但为什么最后美国 给它的是宙斯顿呢 接下来时间交给小叶 请她给我们带来相关的介绍 小叶 好的 日本媒体日前发表了 一份报告披露 2007年 日本以防御朝鲜弹道导弹为由 开始采购具备末段反导系统 最初 日本政府青睐的是 当年部署于韩国 并引发轩然大波的萨德系统 但是美国当时向日本推荐的 却是陆基宙斯顿系统 陆基宙斯顿 所使用的是日美联合研制的标准3-2A型拦截弹 其射程高达2000公里 射高高达1000公里 能够对大气层外飞行的弹道导弹进行中段拦截 覆盖日本全境也只需要部署两套 加上后续的各种费用 总成本也仅2330亿日元 而萨德系统配备的拦截弹射程只有200公里 射高也只有150公里 只能对载入大气层的弹道导弹进行握断拦截 覆盖日本全境需要采购6套 总成本将高达8000亿日元 看起来美国为日本提供了一种 更加强大却更加便宜的武器 但是为什么日本政府不接受呢 日本媒体指出 美国陆基高空反导系统共有两种 分别是萨德和陆基宙斯顿 萨德由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而来 其目标是为美军海外战区提供保护 但陆基宙斯顿在美军的反导体系中 却是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 日本部署陆基宙斯顿 就是将自己纳入了保护美国本土的反导系统 因为从俄罗斯和朝鲜向日本发射的导弹 接近日本时 必然已经都从大气层外载入 高度往往只剩下100到200千米 萨德系统完全可以拦截 只有从以上地区飞向美国的弹道导弹 其途经日本上空时 其弹道高度才会高达1000千米 而这个是陆基宙斯顿的防御范畴 也就是说美国向日本推销的陆基宙斯顿 其实是为了让日本为美国前推反导系统买单 但是在2017年 在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之下 日本安倍内阁还是决定采购陆基宙斯顿 使得日本成为当时美国本土之外 唯一部署陆基宙斯顿系统的国家 沙晨 好 感谢小叶的介绍 房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官员有这么一种表态 为了减少政治反对 美国可以在这个地区内外轮流部署 但是不公开披露它的具体地点 您觉得这个地区 哪些国家会接受这种轮流部署的做法 我们都知道陆基中岛 别管是巡航岛还是弹道岛 你是进攻性的武器 你别说这个进攻性的武器 萨德是防御性的吧 号称是防御性的吧 那个东西部署你觉得瞒得住吗 导弹防御的一个系统 它是要建一个基地的 我那是要雷达的 防空导弹是要阵地的 当然不是说我在这部署 它不能拆掉 这个东西你说我轮换部署 它不是战略轰炸机 今天B5-2-H来了 明天B5-2-H走了 我后天B1-B不属于另一个地方 它不是那么个情况 最近我们看到有消息说 美国确定要引进来自以色列的 这个铁穹防空系统 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为什么要引进 首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美国防务博客网站13号报道称 美国采购的两套 以色列铁穹反导防空系统 将于2020年12月和2021年2月 交付美国陆军 美国陆军计划分阶段 对这种反导系统进行测试 每个系统的测试 都将以实弹测试的方式 报道指出 在已经列装 萨德 爱国者等 防空反导系统的前提下 美军还在积极引进 以色列的这款防空反导系统 是因为美军现有的反导系统 主要用于拦截远程 高速的洲际弹道导弹 战术弹道导弹等目标 无法对巡航导弹 制导火箭弹等 实施进程拦截 而以色列的铁穹系统 正好能弥补美军的这一漏洞 它所配备的美枚拦截弹 可携带10公斤高爆炸药 能拦截4至70公里外的来袭目标 不过美军面临着 以色列铁穹 无法融入美制防空系统的风险 今年3月 以色列媒体曾披露 为整合这两套防御系统 美陆军官员要求以色列 提供铁穹系统的原代码 以色列方面提供了工程信息 但拒绝提供详细说明 该系统如何运行的代码 曹老师怎么看 就是美国引进以色列的 这个铁穹防空反导系统 这个系统有什么独到之处 要值得美国去买它 这个出于两种考虑 第一个就是节省经费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可以说搞的都是高大上 你看它全球弹道导弹防御体系 打远的时候 有陆基中段拦截系统 你说这个海上方向 它有海上的宙斯盾 还有陆地上的萨德系统 就是高空末段的 你再打低了 漏网之余 人家有爱国者 但是对于比如说火箭炮 或者是飞猫腿这种 就是打得射程比较近 没准还没有准的这种 这种射击的来袭 怎么办 美国还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以色列的铁穹系统非常好 因为它每年 就周边的国家 跟以色列交火的时候 会有几千发的这种火箭炮 打几十公里这种火箭炮 或者火箭弹 或者类似于飞猫腿这种导弹 都打过来了 以色列就用这种铁穹来防御 铁穹啊 它根据你的弹道来算 这个会不会落到 我这个要保护的区域里边 如果说你的这个弹道 根本就打不到我这 我根本就不拦截你 或者说你弹道很高 要飞过去这个区域 我也不拦你 所以它拦截的 只是打到我这个安全区里边的 那它这个精准度非常好 所以如果美国单独 搞这么一个流水线 单独大量的生产 这样的防御武器 没必要 因为这个美国没有这样的威胁 所以呢 它现在就是买少量的 装备自己的陆军 或者相关的部队 就解决相应的这种问题 美国本土现在 没有直接能够威胁你的人 但是美军是全世界部署的 你别说别的地方 就是伊拉克 伊拉克境内的很多反美武装 我去砸你美国那些基地的东西 可能是火箭弹 土造的火箭弹 而且是绝对没准的 美国那套高达上的那套东西蓝啊 蓝油准的东西还好蓝 恰恰这些没准的 我指哪儿可不一定打哪儿 你算不出来 迫击炮 火箭弹 特别是没有制导的 无控的火箭 而这些东西恰恰是以色列 这个铁裙系统 它针对就是这个 我们知道 世界上分布最广的 这个反导系统 就是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系统了 那美国的反导系统 都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呢 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相关的介绍 小叶 好的 美国纽约时报 2月12号发表了题为 有关导弹防御的危险错觉的社论 在超过30年的研发 和投入2000亿美元的资金后 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项目 依然存在很多缺陷 特别是爱国者防空系统 可能被美国军方极大的夸大 海湾战争期间 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 对媒体宣称 爱国者导弹拦截了 42枚飞毛腿导弹中的41枚 拦截成功率97% 但后来后续披露的文件显示 爱国者导弹真实的拦截成功率 非常有限 美国学者经研究指出 其实实际的成功率低于10% 在伊拉克战争中 美军的爱国者导弹 更是击落了两架友军战机 造成三名飞行员死亡 2003年3月25号 因为爱国者错误锁定了 友军的F-16 被急于自救的飞行员发射导弹 击毁了该系统的制导雷达 2019年9月14号 胡塞武装发射20个无人基于导弹 袭击沙特最大的 阿布卡奇和库莱斯油田 而沙特拥有88套 最新式的爱国者系统 负责保卫两处油田的 6个爱国者导弹阵地 更是毫无动作 除了自身技术存在缺陷之外 美国媒体还指出了 另外一个重大问题 有研究者今日发现 美国中央情报局 开发了一项智能军控方案技术 用来限制提供给盟友的 美制便携式防空导弹的使用 此举防止未来这些武器 落入反美分子之手 或者用于和美军作战 沙特 好 感谢小叶的介绍 黄老师我们再来看看 就是美国陆军官员 是要求以色列提供 铁球系统的元代码 但是以色列只提供了 工程信息 拒绝提供它这种元代码 没以这么特殊的盟友关系 铁杆盟友 怎么还这么不贴心呢 秦兄弟也得明算账 更何况这个铁球的格系统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几乎可以算是 以色列的独门绝技 这个技术老实讲 一层窗户纸 一层窗户纸 一桶就破 所以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 我在研发这个东西的过程中 我是砸下巨子的东西 那么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 有可能出口的这么一个途径 那我如果你就买两套 把元代码我交给你 一个你觉得以后 你还会再买我的东西吗 再有一个 如果以后你大量投入生产的话 如果再有别的国家有需求 那就直接买美国的了 所以我就在这个问题上 亲兄弟名算账 你要用我的东西 肯定技术上我不给你设置障碍 但是你要想把我的全套技术 老底牌全拿走 我觉得以色列轻易不会答应 我们看到美军的武器装备 应该说在全球来说 一直是独占儿童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美国一些很先进的武器 包括战舰 包括战机 接二连三的出现事故和问题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这些事故 美国海军研究学会网站近日爆料 美国最新型航母 杰拉尔德福特号 在试航期间 航母电磁弹射控制系统 再次出现故障 导致舰载机停飞五天 彭博社援引一份 海军内部文件报道 尚未发现故障的根本原因 但海军强调 最新故障不构成飞行安全风险 除了航母 美军战机也事故频发 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18号报道 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 一架FA-18F舰载机 在菲律宾海坠毁 两名飞行员跳伞获救 而此前 一架美军F-15C战斗机 15号上午例行训练时 在英国海岸附近坠海 飞行员身亡 此外 美军F-35战斗机再出事故 据美国空军时报报道 8号 美国犹塔州希尔空军基地 一架F-35A战斗机 在降落时 发生起落架垮塌事故 据悉这是一个月内 第二起F-35战斗机训练事故 也是一个月内 美国发生的第三起 第五代战斗机训练事故 而8号当天 美国空军一架C-130运输机 在伊拉克降落时冲出跑道 机上四人受伤 房秉老师怎么看 刚才提到这个福特号 又出事了 我们必须要用又来说 这个电磁弹射系统 再次出现故障 这个福特号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还能不能够正常的服役了 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 它一共现役的航空母舰 只有11艘 其中这个尼米兹机的10艘 包括前几艘 老实讲已经接近了 这个福役的这样一个期限 极带福特级的航母 那么能够一对一的 把现有的10艘尼米兹机 特别是早期那几艘 替换下机 但是福特级的首舰 福特号 已经入役多长时间了 你站着我一条航母的编制 然后你就一直在这试 今天试 明天试 后天试 永远在试 就是不能上岗 但问题在哪里 其实你开始 一开始福特号海市的时候 我们讲一大堆问题 比如说新的这个船 它用的新技术确实很多 反应堆是新的 阻拦着舰装置是新的 弹射装置是新的 连舰载机都是新的 包括那个舰导的位置 都是全新设计的 那么你这些全新的东西 放在一起 磨合起来出很多问题 有些问题正常 几年磨合一下 这些问题能解决的就正常 但有些问题 到现在为止 怎么磨都磨不下去的问题 就是个电磁探射系统 到现在为止始终解决不了 以至于连美军的高层 甚至美国总统都说 你这东西到底行不行 磨不出来的问题证明什么 你的思路错了 一开始你这个路 可能就走错了 科技术你点 你就点错了 那么这些问题 是不可能用后期的 磨合实验去解决的 如果真的是 这种性质的问题的话 你还要坚持上这种 高达上的电磁弹射 这种东西的话 那你就推导重来 你重新再另外 走一条路去试试 我还回到我比较成熟的 那个蒸汽弹射 那套东西去 那这也是一个 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不管怎么样 问题一定要解决 福特级一定要服役 那么如果你再不服役 那前面从尼米兹号开始 那可能一条一条 慢慢就要退下来了 那你现在的11艘航母 你根本无法保持 10艘现役 能够作战航母的 这样一个编制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才是他们现在 真正要好好考虑解决的问题 除了刚才提到的 福特号航母 就是战机 它有老也有新 也是频频出问题 可能相比于老旧的F15 所以大家更加震惊的是F35 而且F35是接连的出现事故 就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F35又一次出事 而且这都是五代机 所以大家的震惊程度 是可想而知的 那这些美军先进装备 事故频出的背后 有哪些内幕呢 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 相关的介绍 小叶 好的 根据美国军事媒体 防务一号网站的 最新报道称 近些年来 被五角大楼列为 机密国防支出 大大增长 2020年 美军机密项目 消耗的预算 就超过了11% 达到了760亿美元之多 按照纸面数据来看 雷神公司 仅仅在2019年一年期间 其获得的机密费用 相比于去年增长了快一半 而所谓机密项目 最让人头疼的地方 就在于 没有几个人能够过问 这些钱具体被用来干什么 与此同时却传出 F35全速生产再度推迟 福特号航母 推迟服役 国内频频爆发 军工腐败案件 此前 非政府组织 政府监督项目研究发现 美国军方的 巨额采购 与军事无关 美军采购的 一张女子 价格高达 9241美元 此餐具 5.3万美元 分析指出 为何国防部的浪费 如此严重 答案很简单 军工企业获益 2015年 美国媒体爆出 马来西亚商人 莱奥纳多 弗朗西斯 过去十余年 对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中高层军官的 贿赂和渗透 他所控制的防务公司 在美国海军项目 招投标中 一直是无往不利 成为美国海军 在亚太地区 唯一的物资补给 供应商 为了使美国航母编队 停靠他的港口 弗朗西斯 甚至通过在 第七舰队 和美海军情报机构的内线 获取舰队航线保密信息 并影响和改变航线 而就在日前 美国法院 公布了一件案子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 布兰肯公司 涉嫌以次冲号 提供劣质金属 而该公司 正是美国海军 潜艇制造企业的 主要供应商 这三十年 美军先后生产了 五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八艘洛杉矶级 攻击型核潜艇 以及几乎全部的 福吉尼亚级 攻击型核潜艇 沙尘 好 感谢小叶的介绍 房老师怎么看 就是他的这种频发的事故 那人为方面 有什么样的因素呢 我们知道美国 现在 虽然可以提 但是很多政客提起来 仍然讳莫如深的一个概念 叫做军工复合体 它很多东西 你如果从经济点 这东西值那么多钱吗 你这个装备 一定要装备这个装备吗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F35 F35有A B C三种型号 那么其中 它的C型 就是海军的舰载型 这个弹射起降型 它的B型 是海军的垂直起降型 你注意到没有 之前美国海军 从来不跟美国空军 用一种飞机 我从来都是我的舰载机 包括我垂直起降 我跟你搞两套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 到目前为止 我们仍然可以讲 美国海军被迫 我跟你统一起来 统一起来 最后结果是什么 就是不靠谱 特别是那个弹射型 那一开始F35那个C型 它那个尾高的问题 勾不住 为什么 你那家企业 没搞过舰载机 你不知道 舰载机的设计的过程中 有哪些门道 那个东西在教材上 你是看不到的 那为什么当时 逼着一定要走这条路 那么原因到底在哪里 我想恐怕 这个东西就是不言而喻的 就是你懂就好的 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从现在你要看 美国武器装备 发展中的很多问题 你可以从技术上去找 你可以从他的研发的 思路上去找 但是是不是还有一个图结 那就是军工复合体 需要这样一种武器装备 被美军所订购 所采购 至于最后 能不能用 用起来是个什么情况 在战场上考验下来 这东西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恐怕不是军工复合体 要考虑的受邀问题 感谢两位参加 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 收看我们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咱们 感谢观看